再来看这又是什么状况 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怎么会有一次卫星残骸的东西 从天上掉下来呢 我们先来讲这是昨天呢 5月9号 大陆呢 广西的这个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了长征3号 来运载智慧天纲1号01星发射 正式升空了 但过了没多久呢 大概一天的时间 广西就有村民他们反应 怎么听到轰然巨响呢 在这个村庄附近的山坡上 还看到有不明物体 竟然呢是直接从天而降坠落 甚至还冒出了滚滚的黄烟 很多人就在猜 这是不是那一天卫星发射 这个火箭的残骸呢 那我们刚刚讲这个烟雾是黄色的 有人担心烟雾是不是里面会含有剧毒呢 但这些都只是猜测 其实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 不过居民很不解的是 如果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那怎么当天没有收到任何人提前告诉我们 提前通知来警告呢 而在事后呢 当地的政府人员就说 确实他们有收到一份卫星残骸的坠落报告 不过详细的这个事故的经过 他们还要再去仔细的了解跟厘清 不过我们讲到广西这个地方 最近其实是多事之秋 因为暴雨真的下了非常多天 也导致呢市区大淹水 还有一间幼稚园的老师跟学生 因此受困 暴雨强灌广西省会南宁 从空拍画面看 多地市区都泡在污浊的泥水里 因为洪水来得又快又猛 当地一座幼儿园超过170名失身 来不及撤离 警消货报后紧急调配人力派出橡皮艇救人 因为受困的人员当中 有很多都还是年纪非常小的孩子 也增添了救援难度 超过5名救难队员 是一起扶着橡皮艇 并且把孩子一个一个抱到安全处 南宁多地出现内涝 停放在市区街道旁的多辆电瓶车 被洪水冲倒 因为水流太大 民众想拖都拖不回来 广告牌也被水冲走 还有市区六线道的大马路变成黄河 淹水最深高度超过50公分 都从马路上面来 因为上面有一座山 广西当地政府数据显示 监测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224毫米 8号当天发布2024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红色暴雨警戒 虽然雨是一度放缓 但官方示警10号开始又会有新一轮降雨 包括广西 云南 海南都会降下暴雨 TVBS新闻蔡明轩 李敏珍 综合报道 而至于在美国也好几个州 最近天气都不好 像是在密西根州连续遭到三个龙卷风袭击 而估计整个东半部地区 有多达1.45亿人都是受到龙卷风的威胁了 而在密西根州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在当地甚至有联邦的货运中心屋顶都被吹翻 隆远峰就在眼前车辆停在路边动弹不得 美国田纳西州这对夫妻只能在车内不断祈祷 所幸龙卷风没有继续靠近 但田纳西州各地都能看见有车辆被吹翻 此外还有上千户停电 周二晚间到周三两天 从美国德州到缅因州 有超过1.45亿人面临龙卷风威胁 密西根州一户民宅的门铃监视器拍下7号傍晚 龙卷风经过自家门前 不到30秒时间 民宅前的大树逐一倒下 有的甚至被连根拔起 密西根州一家小型购物中心整个被摧毁 墙壁和屋顶都没了 餐厅员工第一时间冲进冷藏室才保住一命 目前当地已经有四个郡 因为龙卷风灾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综合外媒报道 7号这天至少有三个龙卷风袭击密西根州 卡拉玛祖郡的联邦快递物流中心屋顶直接被吹翻 一度导致内部有50名员工受困 索性最后全部人都平安获救 密西根州布兰奇郡的小型购物 小镇摄武德 民宅变成碎片散落四处 居民只能在废墟中寻找家当 这户民宅直接被掀起 侧躺在地上 可见龙卷风威力有多强大 另一座城市波地旗遭遇EF2级龙卷风侵袭 最强风速达每小时217公里 让这里一处拖车住宅区严重受创 奥克拉河马州东北部的班斯达尔市 五个星期之内遭受龙卷风二度来袭 民宅区几乎被夷为平地 富人说她在这里住了将近20年 从没遇过如此严重的风灾 她的家被龙卷风卷起 重重摔漏在一旁的空地 家人们紧紧抱在一起 庆幸彼此都还活着 官方搜救人员来回多次 因为这里已经有一人死亡 两人失踪 班斯达尔市长表示 目前还无法估计 这次风灾造成的具体损失 美国近期迎来龙卷风季 四月底爱荷华州等地 发生78起龙卷风狂扫 警方救人之际 也在灾区救起了一只受伤的猫头鹰 原警立刻将她送到动物医院 研判她还是一只幼鸟 在风灾中右边翅膀受伤 所以她的姿势僵硬 痛到无法动弹 看得让院方人员好心疼 院方表示还好有热心民众 及远警的帮忙 否则受伤的猫头鹰幼鸟 无法自行觅食很难撑过去 她目前的状况已经恢复许多 但距离正式野范 可能还要好几个月的复健治疗 美国气象单位预估 这波龙卷风威胁尚未结束 8号晚间包括阿拉巴马州 密苏里伊利诺州等地 都在风灾范围 估计有近370万人会受到影响 TVS新闻综合报道 波音公司制造的飞机 又再度出问题了 这是一架从日本福岡 要飞到关岛的班机 没想到才起飞5分钟 飞机的惊异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紧急返航回到福岡机场 而机场的跑道 也一度是暂时关闭的 而波音其实呢 在前几天才传出有一架货机 在伊斯坦堡机场呢 起落架故障 所以机鼻擦地还喷出了火光 而另一架客机则是要从 塞内加尔的达卡机场 起飞的时候竟然失控 冲出了跑道 而数据统计就显示 光是今年前四个月 波音已经发生了超过 30次的事故 机上乘客慌乱地 从飞机的紧急滑梯逃生 一边大声喊叫 还可以看到飞机另一侧 冒出熊熊火光 这辆载有85人的波音737飞机 是在塞内加尔首都的达卡机场 因为失控划出跑道 造成机上11人受伤 4人伤势严重 因为这架飞机机灵已经30年 空管人员正在调查 是否因为零件老旧导致意外发生 这是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机场 这架波音767机头着地 还跟地面擦除火光 救援团队前往援助 帮助飞行员从驾驶舱的窗户爬出来 回顾今年波音的飞机事故 先是1月有波音737 遇上爆炸性减压 紧接着4月还有4起空岸意外 今年不过才过了三分之一 波音就已经传出31起大小事故 波音公司因为频传空岸意外 最近又传出疑似伪造生产测试记录 接连丑闻都让这家航空巨破 经营危机越来越严重 体育被新闻综合报道 为什么波音公司会问题连环报呢 是不是品质控管上 可能有螺丝没有拴紧了 因为波音内部就有工程师当吹哨子来爆料了 他就说呢 其实波音的777跟78G的梦幻客机 在制造的时候都有人超捷径 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飞机有很多零件要组装起来 不过呢 这些工作人员却没有好好地把中间的缝隙给填满 而这么做的后果呢 就会导致飞机长期使用的话呢 寿命会缩短老化的非常快 而老化之后还在继续飞 最后呢就会变成所谓的灾难性的风险 所以其实波音这么多的问题 也非常的让这个乘客担心 甚至他们自己有最近的业务 是想要进军到太空旅行上 不过呢 似乎是也碰到了一些挫败 因为这第一架呢 准备要载人的这个太空船 零件也故障 所以整个计划暂时取消 降落时前轮爆胎 5月9日 土耳其联航克雷顿航空 一架737-800克机 要降落在国内的加济帕萨机场时 遇到惊险意外 索性机上190人及时撤离 没有伤亡 这架联航因推出无儿童客舱而声明大噪 但现在旅客们的选择重点 可能会是机型或飞机制造商 后轮着地 然后驾驶舱下方的机腹直接擦地 在跑道上擦出火光的惊险迫降 一度人无法让飞机停下 5月8日 一架联邦快递的波音767货机 降落在伊斯坦堡国际机场前 前起落架故障 这架飞机机零才十年 在联邦快递机队中不算高龄 两天两起意外 让土耳其航空当局 对波音公司飞机多了担忧 今年四月中有四十年经验的 波音评管工程师萨勒普 声称自己是冒着生命危险 到华府出席听证会 指出波音产线组装有明显问题 三月底一名吹哨者坐证前在车内轻声 四月底波音主要零件供应商 一位前品管经理 也在发生检举后 离奇突发感染性疾病死亡 年仅45岁 他们都曾发过不自杀声明 波音高层受访才声明 正在改善产线放缓生产 并配合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调查 今年内极起美国国内航线的波音客机意外 五月七日路透社就报道 波音七八七梦幻客机的安检过程中 有员工举报 机翼与机身连接处的年合 没有落实检查 工作记录是未造的 这次波音没有隐瞒 已经向FAA报备承诺改善 波音今年第一季财报中 证实烧掉40亿美元为机控管 但短期内仍有不少 让股价继续跌的因素 想追上SpaceX公司脚步 成为美国第二个能提供 商用太空飞行服务的公司 波音公司的太空船星际飞机 首航再度因技术问题延迟 火箭安全阀出现问题 载人太空船原本的目的地 是国际太空站 却在起飞前两小时叫停 再度尝试发射日期 改到5月17日 尽管火箭零件并非波音公司提供 但此刻任何相关的负面消息 都会带给波音公司加倍打击 因为波音公司始终没有对各种 支撑瑕疵和安全疑虑公开透明说明 这批空难受害者认为 波音公司要再出事可能性很大 他们是2019年波音737 伊索比亚空难的罹难者家属 希望美国司法部能对波音公司 重新提起刑事指控 但4月底特地前往华府谈了五个多小时 美国司法部不透露细节 也没有明确承诺 5月9日塞内加尔首都达克尔机场 一架塞内加尔航空出租的 波音737包机又发生意外 机上85人有10人受伤4人重伤 这次起飞失败让飞机冲出跑道 也让波音公司需要积极灭火的 生育危机再添一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国际来关注是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欧洲行 最后一站第三站是来到了匈牙利 他去跟匈牙利的总统书游客 跟总理奥尔班来会面 而今年其实是大陆跟匈牙利建交 75周年具有特别的意义 习近平也说了 两国的关系是来到史无前例 没有比现在还要再好的阶段了 所以两国这次也签署了蛮多的双边协议 我们来看总共其实有达到18项 里面有哪些内容呢 包括是高速铁路 还有匈牙利跟塞尔维亚的石油管道 会接下来保持畅通 大陆在电动车产业也非常的积极在发展 所以包括像是这个宁德跟比亚迪 都有在匈牙利来设厂 那另外就是两国之间的合子合作了 而至于匈牙利这个国家 其实在比较偏这个右派的总理奥尔班上台之后 他们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上 跟北约国家一直都是很对立的 在欧洲似乎好像是一个比较被孤立 比较孤单的国家 所以奥尔班呢 这个总理他就说了匈牙利在欧洲我们很孤独 因为我们站在战争的另外一边 匈牙利好像是整个欧洲大陆唯一的例外 不过现在呢 找到了好朋友 那就是大陆了 他也称赞习近平呢 在国际社会当中扮演很重要的和平角色 所以两国这个友谊关系是越来越紧密的 两国对于未来的整个大方向蓝图 都是有高度共识的 不过习近平这次去出访其实也碰到了一些困难 甚至有趣的画面 我们都知道呢 习近平在这个网路上呢 大家都调侃他 长得很像小熊维尼 虽然他本人不太喜欢 不过这次他在匈牙利就碰到有民众呢 似乎是特别要挑战他 就打扮成这个小熊维尼的样子走在街上 也是抗议习近平来到访 而虽然有这样的小插曲呢 不过似乎不会改变两国之间这么亲密的关系 但不只是跟匈牙利友好 大陆也跟塞尔维亚关系是越走越近了 这次呢 去匈牙利之前的前两战 就是去法国跟塞尔维亚 而塞尔维亚呢 甚至也成为大陆第一个签署 成为命运共同体协议的欧洲国家 习近平为期六天的欧洲访问 星期五画下据点 在最后一战匈牙利先是获得欧盟成员国中最亲北京的匈牙利总理奥班亲自接机 隔天更由匈牙利总统苏尤克以高规格国理接待 并陆续苏尤克和奥班展开双边会谈 会后习近平亲自宣布把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 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还签署包括铁路等基础建设 电动车 输油管以及盒子等领域共计18项合作协议 我们愿以此为新起点 推动两国关系和务事合作 进入黄金航道 匈牙利今年7月起将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 尽管根据欧盟规范这半年内 匈牙利仍然需要与西班牙与比利时这两个轮值主席国组合 共同商议政策方向 无法单独主导欧盟政策 但习近平仍向奥班直接喊话 期盼匈牙利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奥班强调与中方深化合作的决心 不受任何力量干扰 还呼应北京当局表明自己不认同所谓中国产能过剩 倾销全球或者去风险等说法 但奥班也承认匈牙利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并非主流 匈牙利舆论对于有更多中国企业要来投资合作 一方面虽然抱持正面态度 但也忧心部分合作项目内容不够透明 可能暗藏陷阱 而且缺乏监管有可能让匈牙利沦为北京当局 金元外交的对象 形成分化欧盟的漏洞 反对习近平的示威更是一路尾随习近平在匈牙利的访问步伐 从广场到国里迎接习近平抗力的布达城堡所处的城堡山上 习近平中日抵达法国时 示威者的抗议不调和旗帜 一度大喇喇挂在习近平车队行径的高架桥上 为了避免这种可能让习近平不悦的事件再度重演 中方不但派出大批人员高举五星旗 试图用旗海遮蔽示威 还有许多戴着红帽自称志工的人 在习近平访问经过的区域严加看守 连日来在布达佩斯街头披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表态的匈牙利反对党议员马顿 就与朋友带着旗帜 要进入这片自由进出的区域 却遭到红帽人员莫名阻挡 直到这些红帽人员确认 他们带的是一面欧盟旗帜才放行 匈牙利当局也在习近平访问期间 对相关访问区域采取严格的交通管制 避免任何意料之外的情况出现 生涯力当局全面拥抱中国 舆论则对与北京关系存在多面看法 塞尔维亚则是另一番景况 习近平此前访问的塞尔维亚 不论是政府高层或是人民 都态度一致的全面向北京靠拢 高达一万五千人齐聚在政府大厦广场上 欢迎习近平的到来 报纸头版也罕见的由过去长期都是总统新闻 改为习近平照片 塞尔维亚还签署历史性协议 成为第一个与中国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协议的欧洲国家 不像在欧洲访问的第一站法国 习近平与马克宏之间虽然努力营造友好气氛 却对公平贸易与乌俄等问题抱持不同意见 后两站的塞尔维亚与匈牙利 习近平可以轻松享受最高规格 而且没有杂音的接待 夫妻两一个在政治高层 一个深入民间 都借机展现对欧洲的影响力与亲和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恶乌战政方面 美国为了要援助乌克兰 现在又要动员10亿元 他们通过了一个新的复仇者计划 总共今年财政年度有5亿 那2025会再有5亿的资金 加起来就是10亿 那当来做什么呢 路透社的报道就说 要来采购最新型的武器 那就是弹簧刀600型的自杀式攻击型无人机 另外也包括其他的海空无人机跟反无人机的系统 而这个弹簧刀600到底厉害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力 主要是第一个飞行距离可以达到40公里 那冲刺的时速最快会有185公里 那重量的部分呢 它其实只有15公斤 所以是单兵可以攜带的 而且1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发射了 而西方国家呢 希望找办法来对付俄罗斯 至于俄罗斯呢 他们昨天则是在进行一年一度 非常重要的这个胜利日的大游行阅兵 那出动的武器呢 主要只有这两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前苏联二战时期的T34坦克 另外一个就是可西核弹投YARS的洲际飞弹 主要是大部分的武器 现在都投入在乌俄战争的前线当中 这一次的这个展出的兵器 跟前几年相比稍微比较少 而在演说当中普清说呢 他认为西方国家好像忘记在二战的时候 苏联是如何发挥实力 来帮助他们击败德国纳粹的 现在全球都想在煽动冲突 而俄罗斯呢是胜利的使者 俄罗斯扮演的角色是 防止全球的武装冲突 不有人敢对俄罗斯不利的话 他们当然不是省油的灯 也准备好会使用核武力量来捍卫自己 到底昨天的阅兵有哪些重点呢 请来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清展开第五任期 九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二次大战 胜利日阅兵典礼 今年的规模叫去年盛大 共出动了九千名官兵 所有精锐武器进出 其中还包括核弹发射器系统 五月的莫斯科罕见飘雪 低温也创一九四五年以来的记录 普清在阅兵演说中表示 俄罗斯是核武强权 不受任何国家威胁 就与二战时击退纳粹时的状况一样 今年阅兵也恢复了战机表演项目 去年乌克兰无人机频繁袭击莫斯科 为了安全考量 俄政府取消了战机表演 今年国防部加强首都的防空系统 同时改善无人机战力 以有效防堵攻击 俄罗斯从乌克兰的前线调回士兵 在典礼上展现壮大军容 去年普清只邀请了前苏联国家的领袖参加 今年则邀请了古巴 辽国和西非国家 几内亚比索的元首 借此展现与开发中国家的连结 普京当天也与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深刻协调 将举行联合非战略核武演习 意在恫吓西方国家 阅兵仪式接近尾声时 乌克兰派出6架无人机 朝莫斯科东部1200公里外的炼油厂 发动攻击 炸毁多个油槽 但无人伤亡 美国上个月通过了原外法案 提供乌克兰600亿的军援 不过武器送到乌克兰还需要时间 西方情报显示 俄罗斯从去年的耶旦节开始 就计划利用这段军援空窗旗 发动大规模攻击 占领乌克兰更多的土地 周三 俄军发射50枚飞弹和20架无人机 袭击乌克兰能源基础建设 俄军在东部地区也不断往后撤退 前线将领坦言很难抵挡俄军的强势火力 在于欧盟议会议长 没所拉的记者会上 再次呼吁西方提供更多武器 阻止俄军在东部的攻势 美国官员透露 未来几个星期 就算美国所有武器送达 乌克兰只能守住防线 要夺回失守的土地恐怕很难 乌克兰政府目前也不敢奢望胜利 目标是保持前线稳定 继续期待欧洲国家跟随美国的脚步 提供更多军事援助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而在尾巴冲突上 美国一直站在以色列这一边 但现在是不是有所改变了呢 因为传出拜登政府决定 要暂缓向以色列来提供新一批的美制炸弹 本来说好是1800枚的这个900公斤 跟1700枚的225公斤全部都取消了 原因在于呢 美国认为如果真的再给以色列武器 他们会不会直接进攻拉法 在地下人稠的地方来轰炸呢 不过这让以色列非常不满 他们就说美国这么做等于是 在这个关键时刻会危及到 尾巴双方本来正在进行的停火谈判 还有释放人职的协议 不过美国方面认为呢 这个做法还是比较保守的 就是担心会造成大规模的 无辜人民的死伤 不过现在呢 美国这个做法 无一的让两国的关系陷入紧张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第217天 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CNN独家专访时 抛出震撼弹 警告如果以色列对加萨南部城市拉法 发动大规模攻击 美国将不会提供武器 此话一出立刻引发以色列强烈反弹 以色列国安部长随即剖文 指哈马斯爱拜登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同样态度强硬 据了解拜登决定 本周公开表态是因为自二月中 美伊两国高层无数次通话和会谈 促以色列重新考虑入侵一百三十万人居住 又是人道援助重要管道的拉法的计划 力主追击哈马斯还有其他方法 但纳坦雅胡政府对美国的警告 显然不为所动 尽管没有点名 以色列战时内阁无不再反驳拜登的威胁 军方也表示有足够的武器来执行拉法任务 而拜登的话在美国政坛也引发渲染大波 不只共和党议员痛批 民主党内支持以色列的议员也不满 但也有议员认为 纳坦雅胡必须为丧生的近三万五千巴勒斯坦人 负起责任 美国官员透露 援助组织世界中央厨房七名志工 遭以军空袭身亡是个重要转折 让拜登在4月4号的电话上 对纳坦雅胡发出最后通牒 保护平民和志工 否则美国会改变政策 上周白宫就付诸行动 暂停运三千五百颗炸弹给以色列 除了来自国际盟友和自家民主党人的压力 全美校园的示威抗议 更威胁拜登连任选情 在明尼苏达州 威斯康星州和密西根州初选 一到两成的民主党选民选择不承诺支持 对拜登来说都是警讯 共和党准总统提名人川普应付官司之余 也不忘皮白登 其实拜登一向坚定支持以色列 与以色列往来有50多年的历史 80年代他认识纳坦雅胡时 还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年轻议员 当时纳坦雅胡在华府大使馆工作 但这对好朋友 从去年纳坦雅胡试图推动高度争议的司法改革 开始出现裂痕 以哈战争后 拜登对纳坦雅胡越来越不满 告诉幕僚纳坦雅胡无视他的建议 两人关系至今显然难以修复 周四以军持续轰炸拉法 在埃及首都的多方谈判也触礁 加萨人的停火希望再度破灭 TV新闻综合报道